蘿莉狼晚安 哈嘍 爸爸晚安 正人晚安 泳圈晚安 大家晚安 好想你們喔 想屬你們了 文像晚安 哈嘍夏娥晚安 謝謝雷龍的真情告白 掰掰 蘿莉狼受到巫女指筆了 喔 蘿莉狼又中指筆了 歐洲 不愧是歐洲人 你的運氣都 拿去湊指筆了 所以最近 常常沒有電 哈嘍阿華晚安 好 那我現在綁馬尾 啊 等一下 一說要綁馬尾 我的燈就熄了 是怎樣 哈嘍 終於晚安 迷手 好久不見 歐哈喲 呀呀 晚安 哈嘍 浩浩 謝謝魯夫的熱氣球 今天是菜鼠嗎 菜鼠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穿綠色 很像高麗菜 是不是 我不要激動 我沒有激動阿 我只是太 太久沒有跟大家聊天 直播聊天 所以很想大家 我們這叫什麼 有求必應 好不好 哈嘍 不然什麼 今天是菜鼠 不是高麗菜嗎 謝謝阿卡的 要愛兔兔 好可愛喔 兔兔耶 兔兔 你們以為我是倉鼠 就喜歡老鼠嗎 我超喜歡兔子的 大家有在看Mina 有注意看Mina的穿 大家就知道我兔子的衣服是 不下時間的 我超喜歡兔子的 美補美補晚安 哈囉優姐晚安 笑哥晚安 不是 抱哥晚安 月笑月笑晚安 這叫有求必應嗎 有求 我意思是說我是求啦 我是求 有求必應 就是 因為Mina是一個很欠揍的球 就是 每個人看到都 拳頭都會變硬 有求必應 謝謝賺人的啾啾你喔 謝謝蹤影的樂氣球 Mina的亂解釋成語 獅子大開口是什麼意思 一群獅子在同一時間 一群獅子在同一時間 把嘴巴打很大 謝謝蹤影的樂氣球 哈囉 切子晚安 果凍9號晚安 PLUS晚安 佳偉晚安 楊哥中紙筆 對 都是把他的 電費都拿去抽紙筆了 大家 這個月是空姐的 生血症 大家也抽起來紙筆 不過我覺得比起紙筆更重要的是 不是 也不是說 這次也有抽紙筆吧 但是 只是額外多了一個 抽 抽名牌的那個 清籤名牌的那個 等於是額外 額外多的三個名額這樣子 就不管你買幾包 又買一包就有 多一個機會 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全身的黑絲呢 來請付費解鎖全身照 等於是額外抽的 所以米粉們 抽起來 不是米粉也可以抽啦 指定名啦 請付費解鎖 謝謝 名字筆畫很多 成員清籤的名牌 不是簽我的名字嗎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要跟我說 你名字筆畫很多 難道是簽你的名字 還是我誤會了 草莓薑晚安 哈囉 梨子晚安 對 是簽我的名字吧 我應該沒有理解錯吧 謝謝魯夫人樂氣球 米娜的名牌寫的是 是質疑 你怎麼知道是寫質疑 搞不好是寫Mina 也可能是美眼啊 或者是 其他的 我還有什麼名字 謝謝沙路送我的樂氣球 要清籤名字的話 要買官方會員 喔對 清籤名字是那個 那個 那不太一樣啦 那個是 怎麼講 那個只是錄會禮 但我們 現在是說那個 就是怕大家誤會 空姐 我們抽 總之就是買 買這次的生血針 就可以抽 不管你買幾包 買一包就一次抽獎機會 就是可以抽那個 名牌 然後是我們自己簽 自己簽名字的名牌 人人有機會 今天是綠藏鼠嗎 今天不知道要穿什麼衣服 隨便拿了一件 綠色的 哈囉 兩瓣黃瓜晚安 我們 仍然有機會 個個沒把我 不要這樣子說 不要這樣子說 反正就是 就算沒有中 也有可愛的 又有全身照的 Mina 是吧 指定的話是全身照 沒錯吧 哈囉大主 好久不見 謝謝L的楓葉 為什麼我拿的是施雅的機票 因為我是空姐啊 因為我是空姐 你們的機票都要交給我 不管你是隊長還是總經理 好不好 你的機票都是要交給我的 你要交給我 我才可以就是讓你上飛機 不管你是誰 不管你是什麼咖 你是隊長 你也要把你的機票交出來 偷渡場所 什麼偷渡 我們就是走 正當管道的好不好 我們就是合法的 護照照片 那 等一下 你說你們的護照照片 還是我的護照照片 你們的長相 我都已經記得一清二楚了 我還 我還怕看 你們還怕我看你們的護照照片嗎 霸咖也需要繳嗎 對不管你是什麼咖都要繳 霸到總裁小說的開頭情節嗎 並不是好不好 就是一個正常的正常的流程 我們走正當程序的 正念照很醜 男生哪有差啊 男生哪有差 我覺得女生才真的有差 你看我們小偶像平常都是這樣 你看瀏海是多麼的重要 膚膚貼貼的 然後我這個 露包臉 我的 瀏海把它遮得好好 遮好遮滿這樣 V臉有沒有 然後拍正念照的時候 就要 就要全部勾耳後 我的臉頰露 依然無遺 然後那個眉毛也要露出來啊 那個眉毛再露出來 我整個就是一顆球啊 我的正念照不會好看的 因為我臉真的很圓 可是奶奶看我的正念照都說 唉 臉好圓 謝謝瑞隆愛的小熊 你通常說你的正念照像黑道 蛤為什麼會這樣子 黑道不是要戴墨鏡才會像嗎 我升級了 我升級了 謝謝羅莉郎幫助我升級 依稀記得我的正念照 我有給你們看過我的正念照嗎 我真的覺得小時候那個比較好笑 可惜不見了 Mina是不是都會把學生的照片貼起來 學生的照片還好吧 學生的照片還好 是那個以前的正念照比較好笑 什麼升級 欸你們看不到嗎 我這裡寫我升級了 我的段位升級了 Costco會員卡的照片更像通緝飯 我不知道我沒有會員我不知道 你的正念照是國中畢業拍的 我其實如果不是我之前把健保卡弄不見 我也不會重新去拍正念照 女生都會把學生證的照片用紙膠帶貼起來 蛤真的假的 啊這樣子可以借書或是幹嘛的喔 用視訊鏡頭快拍的 喔 我在澳門的學生證也是啊 而且那天我素顏耶 那天素顏我就想說 我只要去學校辦那個新生報道就可以了 然後就有辦的時候 然後他就現場就要拍照 然後我就蛤 原來今天要拍照 然後結果我就素顏 然後超疲憊的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剛下飛機 然後就馬上要去學校辦那個 就是入學手續什麼 然後就 然後又準備很多 就是台灣這邊過去澳門的很多文件什麼 就一堆東西 然後已經就是拖到 已經 最後幾天了吧 所以就一定要趕快辦好 然後就要拍照 然後就用那個鏡頭然後就要拍 然後我就 我就沒化妝這樣 然後那個照片 而且那個光還很奇怪 就沒有打光耶 然後我的臉是黑的 就 這樣子 然後我的學生證就長那樣子了 很醜 可是 可是就反正就學生證了 也是也是 沒差 還是認得出來 反正本體本體還在 哈囉 姓維 叔叔 晚安 但我的 我的那個 學生證 現在不知道放 就在哪裡 很久沒有用 我已經不當學生很久了 大學新生很少有化妝的 真的嗎 哪有啊 可是我 我上大學以後 我 每天都化妝耶 嗯 當然也不是濃妝 但是我 因為 就學會化妝之後 覺得自己化妝比較好看 然後就想說 那我大學要 每天都化妝 然後我就 我跟我室友 兩個人都性高才烈的 就是 好啊我們成為大學生第一步 我們要每天化妝 美美的打扮 想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好啦也沒有啦 當然就是化妝是化自己開心的 就是想要讓自己 大學生活是美美的這樣子 然後可以認識很多新朋友 然後就在化我們的化妝生活 一個星期的時候 我室友就放棄了 因為 因為每天 就早班的課很多 起不來 你知道嗎 真的很累耶 然後一個禮拜他就 他就放棄了 然後就戴回眼鏡 因為 真的很累 但是我有 我有堅持 我有堅持 我有堅持到 到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是 但是因為我化妝 我是算蠻快的 就是要看 如果早班的課 我也是素顏去上課這樣子 馬上被現實打敗 但是我會在 就是早班的課上完 上完如果有 就是我後面沒有別的課 我就會回去再 再稍微化一下妝這樣子 就是讓自己好看一點 哈哈哈哈 化美美的去睡覺也沒有用 上課不會睡覺啦 上課不睡覺的 謝謝書的熱氣球 馬上被現實打敗 還是讀書最重要的 真的化妝就是其次 就是有 你沒有時間的話 你在花好不好 哈囉 我叫Snooby晚安 顏值很高了還要化妝 欸不是 我真的早上起來 真的長得很醜啊 我 現在甚至連中午的直播都很少了 因為我真的早上起來的時候 真的很醜 我是 整個人就是 就是腫的 所以不是很喜歡 我早上真的長很醜啊 對啊 早八都行屍走肉 對啊 早八就戴著 戴一個眼睛就出門了 還好是住在宿舍 就可以 可以十分鐘前起床 然後就 就這樣去上課 如果在家的話 真的不行 肉包子 對 你看 你們說肉包子可愛 你們是不是說我 早上剛醒來的時候 像顆肉包子 我早上起來 真的都 就很 對啊 就是個包子 連都鼓鼓的 哈囉 99與01 謝謝下我的花枝金翠 豆包子 打狗 不要拿我去打狗 我怕狗 早上醒來的時候水腫 好像會耶 人家說不要水腫 就是什麼 前天晚上 盡量不要喝太多水啊 什麼時候 可是重點是 我晚上根本也沒有喝水 我早上起來還是會腫啊 就是 不知道 可能就是 就是我的臉很奇妙啦 就是 我的臉是很樂障人說的 我只要 睡覺的時候 就是 身體整個暖暖的 然後我的臉就會膨起來 然後或者是 就是 我想睡覺的時候 我的臉就會開始垂下來 就是有時候 奶奶跟我講話 就看 你的臉要垂下來 就浮一下 就說 你是不是想睡覺了 然後我就 你怎麼知道這樣子 就是 我的臉會透露出我的 一切想法 肉肉的 對啊 垂下來很萌 可是 可是 又不是小朋友 就是 一般臉會垂下來 應該是小朋友吧 那種幾歲的 幾歲的會垂下來啊 那種三四歲的吧 看起來 臉都垂垂得很想去捏 可是我都 我都幾歲了 我的臉還 我是小朋友 謝謝瑞龍的戳戳你 我 我要講什麼 我 我不是小朋友啊 你們看過那邊 性感的小朋友嗎 熱嘟嘟 小時候 熱肚子會著涼 小時候要蓋那個什麼 小時候只蓋肚子的那個 叫什麼棉被啊 有專門蓋肚子的棉被嗎 肚 肚 肚肚被 我怎麼覺得小時候會有什麼 就是怕肚子著涼的時候蓋的 被子 沒有嗎 我怎麼覺得有 謝謝KIDA的熱氣球 圍兜兜 小背背 小背背 就是蓋肚子的啊 沒有嗎 肚兜嗎 小朋友會圍肚兜嗎 好像是 圍肚兜是怕肚子著涼 所以圍的嗎 哈囉 小尼哥晚安 現在肉肚子也會著涼 今天很熱耶 最近都很熱 而且今天很開心 就是我 大病出獄了 我很開心 應該是 好了啦 就是 因為其實我 上個星期 開始 上個星期二晚上 我就開始 就是身體不太好 就是 頭暈想吐的狀況 然後 然後這個狀況持續了大概一個星期 本來醫生是說吃藥三天就會好 但我 我就一直反覆的暈眩 一直想吐 一直想吐 然後我還在想說我要不要 今天再去看一次醫生 因為我一直到昨天都還是 很暈的狀態 然後包括 公演的那一天 狀況也不是很好 也是很暈 然後 對 然後我本來在想說 今天要不要 再去看一次 然後 但是就在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我睡醒的時候 我感覺就是 感覺身體有一半是我的了 我不知道要怎麼形容那個感覺 就是在上一個禮拜 我狀況真的很不好 就是 頭非常暈 一直想吐 一直想吐 然後也沒有什麼事 然後 然後我整個人感覺就是 很輕飄飄的嘛 有點 就是身體不像自己 可是到今天早上的時候 就是 我感覺有回來一半的自己 就是 之前是整個人很輕飄飄 但是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會感覺好像 大概有回來一半 就是大概 手的 不知道要怎麼講耶 就是 上半身感覺像是我自己 但腳走路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的 就是 雲 然後我後來下午又再睡了一個午覺 然後 然後睡起來之後 就感覺好很多 感覺好很多 然後 然後 晚餐的時候 就 就覺得好像有食慾 然後我就出門買飯了 就是 因為這幾天沒有什麼食慾 我其實都是吃比較清淡的 吃一些粥啊什麼的 然後今天就 欸 居然有食慾想要吃什麼東西耶 所以我就出門去買了這樣子 對 所以應該是 然後目前精神狀況也蠻好的 其實對 其實到公演的時候 狀況還不太好 狀況還不太好 有點就是 不知道要怎麼講耶 就是 整個就是還是暈暈的狀態 不是 不是好朋友 就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耶 如果美妮爾是的話 會 持續那麼長的狀態嗎 因為 我問我媽媽 她 她是說她 暈的話 大概 一兩天就自己好了 吃個藥很快就好 可是 我暈 已經 一個星期左右 就是這一個星期都 很難受 一直都很想吐的狀態 所以我那時候 真的 我到昨天還在暈的時候 我就覺得 天啊 我到底是 我是不是得了什麼絕症啊 為什麼 我當下還沒有好這樣子 當然就覺得有點 或許是第一次的關係 我真的不知道耶 所以我 我這幾天其實就是在暈的時候 也不是說很困 但是就是 只要一站起來整個人 就很不舒服 很暈 然後我就自己想很多 就在想說我自己 能夠當偶像 真是太好了 因為 因為我不知道我以後還能不能繼續跳舞 就是想很多 我就覺得我真的要趁我還能跳的時候趕快跳 不然以後身體狀況可能越來越多的話 就不好了 我 不同症狀也會因為個人體質有所不同 這我真的不知道 但這次是第一次 真的是 暈這麼久 不是腸胃炎 不是腸胃炎 是沒你而是 大家 大家可以去查 但是我不知道 這個病會這麼久的嗎 我好像很少看到有人持續這麼久的 反正就是 一直反反覆覆在這一個星期 對 到公演前我也吃了止暈的藥 但是 其實 說真的狀況 還是不太好 就是 特別是假如有轉圈的動作 我其實 練習的時候我就發現 就是在彩排的時候 我就發現轉圈的狀況 我其實 站不太穩 然後 然後 一直到正式上場前 我就在吃了 吃了止暈的藥 可是 感覺自己狀況還是不是很好 有點像是在用 意志力在跳舞 但是 怎麼講 就是有 有在看MINA直播的人 可能知道我 這一個禮拜身體狀況不太好 可是 沒有要哭 沒有要哭 就是 可能知道我這個禮拜身體狀況 就不太好 這樣子 然後 可是 可是又覺得 如果一般第一次來看我們表演的人 如果看到 站不穩 或者是我 舞蹈途中摔倒了什麼 都是很不專業的表現 所以我其實 是希望自己可以 就是平常心跟平常一樣的表演 但是 但是看了大家的report就是 好像還是 就是還是 蠻多人擔心MINA的狀況 就是 我覺得這樣好像不太好 這說明我沒有 我不夠專業 沒有把自己的 就是 沒有辦法去cover住自己的 身體狀況不好的這個 我讓大家看出來我 身體不好 就是狀況不好 我覺得 就是 有點 不太好 專業的人生病也要休息 可是畢竟 今天不是我的個人演唱會 今天是 就是 UNIDACE也是 我們是一個團體的 就是 就是少一個人 就是都還 整個隊形都會有影響 我也不想要影響到大家 但是真的 真的上個新曲的狀況真的是很不好 然後我自己也沒有想過會這樣子 所以 更不想讓大家看到我很脆弱的一面 但是 但是還是讓大家看到了 所以有點覺得 有點覺得 唉 就是 但是真的好難控制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預防這個情況 但是 也不知道怎麼控制自己身體 就是 就是 它就是發生了 臉頰是膨的 並沒有因為生病臉頰就消下去 好不好 但是 但是身體很不像自己 是真的 我不知道要怎麼去形容那個 頭昏腦脹的 的那個感覺 但是真的 就是沒有辦法控制 這個病有辦法控制 好像沒有辦法 就是 我就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也說 這個是我 第一次這樣 然後他就說之後 之後 有第一次就一定會有第二次 而且沒有辦法控制 就是 而且它發生的就是很突然 所以我一直蠻沮喪的 所以我真的 我真的就覺得我要趁我 還能跳舞的時候 趕快跳 我真的好怕 我自己哪一天就 不能跳舞了 而且 而且我就上網看 就說什麼這個 太常這樣子的 暈眩啊 可能會影響到 聽力什麼的 然後就好擔心自己 以後有一天萬一聽不到了怎麼辦 然後就覺得真的要好好 珍惜 好啦我好像想太多了 搞得自己很難過 但應該是不會那麼嚴重 我就是 我現在只是很輕微 我沒有到很嚴重 就是 偶爾會突然 突然 頭昏而已 就是 沒什麼 沒什麼 很輕微的 只是 自己就是 然後這一個星期都在暈 就想說 就是 就覺得很珍惜 很珍惜每一個當下 這樣子 媽媽不是很正常嗎 對啊 她也是 媽媽也是偶爾會突然這樣子 我真的想太多 哎呦 反正就 因為這一個星期真的很不舒服 就是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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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啦 看不出來有差嗎 我覺得還是 還是有 有一點差吧 就是 感覺好像 比較 比較 自己會 比較不能 全心全意在想 這首歌的情境 會 反正全心全意在想 就是至少 盼自己 你不要昏倒了 不要跌倒了 你要 你要拿出活力啊 一直這樣子 告訴自己的 跳完公演 一直 一直有在看我的才看得出來 所以你們其實都沒有一直在看我 所以也不知道 沒有一直在看我 我不好看 沒關係 不要看我啊 我們都看其他的女生 為什麼不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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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看我啊 因為直播不一樣啊 我 各位姐姐是慘到看不到 為什麼 坐的位置不好 在山頂 看不到我 在山頂位置這麼差喔 這真的是誰弄哭明啊 沒有 我自己 我自己 不要自己弄哭 我真的 這 就想太多了 都在看打工媽媽 看我啊 你們要怎麼不看我啦 以後都看不到了 搞不好以後都看不到了 還不看我 想不到票怎麼看 好啦 如果有來的話要看我 謝謝麥蓉的愛的抱抱 都有看我是嗎 你們都 你們都很容易 脫行 不跑出看別人 嗯 這次沒有搶到票 沒有搶到票沒關係啦 如果有搶到票的話 再看 謝謝我就爛的許願萍 誰花心 誰花心 我不知道啊 你們又不看我 不知道你們看誰啊 在國外只能在這裡看我 那 那多看 多看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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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謝謝熊熊的Kiss珠珠 花心思在我身上 每個人都有花心思在我身上 在新疆怎麼看 只能看直播的Mina 謝謝洛克的LOVE Mina你們要看我啦 我會一直看別人 Mina的IG和你想要解鎖空姐全神 人人有機會 謝謝KWY的看好你喔 有好好看我 愛哭哭 我現在身體不好我都想很多 我就很怕有一天 有一天都不能繼續表演 它就壓壓的搓搓你 那天你們搞不好看不到我 你們還不趕快看我 等一下我今天好像真的很愛哭 我不哭了啦 哎呦 我真的 啊我是 朋友嗎 好像是欸 好像是欸 沒有啦 啊我沒有要哭了 等一下 我想太多了 好啦反正你們也要看我啦 我洗一下筆記 沒有沒有要哭了 老人家嗎你 對啊我小孩的外表老人的內在耶 謝謝熊熊的愛的熊抱 突然想到上 咦 上 上上星期 不是有那個旅展嗎 然後旅展裡面也有美食展 然後呢 奶奶就問我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然後我怎麼就一起去了 然後去那個美食展的時候 咦 爸爸你怎麼炸我啊 好像 好像我亂說話所以被炸了 那我本來是很期待那個美食展裡面會有 會有很多 就是 就是 很特別的 東西 灰頭突戀好好笑 對啊 對啊 怎麼樣 很像是我說錯話被炸 本來以為會有很多特別的美食 但是結果發現其實它就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展 它只是在家具展裡面一個非常小的就是家具展這麼大 然後它的美食展就是大概只有這樣一小區而已 吃爆了嗎 沒有什麼東西吃耶其實 就是 我剛剛很多亂說 我有嗎 我長嘴 對啊 美食展我以為會有很多就是 各種特別的料理 但是結果都沒有 都是很一般的東西 就是什麼 炒麵啊 那種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 然後 繞了一圈之後 我就被 我反而被那個賣茶葉的吸引到了 就是 那個茶葉它就是在賣那個 和首屋 還有什麼 諾麗果茶 然後 然後之後我就去試喝那個茶 然後就喝了之後我就 哇 我就覺得 不錯耶 然後我就跟奶奶說 欸我覺得這個茶不錯喔 而且你看喔 它可以 它可以就是 幫助那個身體代謝什麼什麼的 然後 然後就是有很多功效 然後我跟奶奶說 怎麼 你就要不要買這個茶 真的不錯 對然後奶奶就說我是老人家 奶奶就說我是老人家 然後我就說 好吧那我再考慮一下 然後 就想說繞一圈再決定好了 然後繞了一圈還是沒有什麼 就是特別的 然後我還是覺得我還是想要買那個茶 然後 然後我就跑過去 我就決定要買 然後我就 我就跟那個人說 那我想要買這個茶 然後他就 他就馬上 他就在推銷我 他說那你要不要多帶幾組 這個 你是要買給 你是要買給 爸爸媽媽喝的還是要送人 然後我就說 我是要自己喝的 然後就突然想說 天啊 他這樣問我 他一定覺得 就是 他從頭到尾就沒有預設 那個是我要買的 他就是覺得說 應該是要買給長輩喝的 看到價格就不會買了 欸 可是那個價格是他 他跟我說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所以我才 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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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回去買的 和首屋很高 我後來不是買和首屋 我後來買的是 茉莉果 就是 就是 對女生身體蠻好的 我就被他吸引了 他是 一盒500塊 可是 500塊有60包 我覺得 就是 以喝茶來說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他就是一包一包的茶包 然後他那個茶包 就是 可以 至少可以充 可以充兩三次 我是覺得他還不錯 因為我之前 我就是有在喝茶的人 我之前買 我之前充那個茶包 一包差不多也要10塊錢 他這樣子 60包500塊 一包還不到10塊錢 我覺得還蠻便宜的啊 所以我就買了 所以我就買了 對阿 可是我買 我就買那個的時候 奶奶就一直說 我很像老人家 就是 就是 我最後只買了那個茶 茉莉果廣告說 對身體不錯 對阿 我就想說 那個應該還 感覺還不錯 所以我就買了 但是我 我目前還不知道效果如何 因為我喝了大概兩天 然後我就 對 我就喝了兩天之後 我就開始頭暈 然後奶奶還懷疑 是不是 諾莉果害我 就是 就是暈眩的 可是我上網查 就是查不到任何 就是 關於諾莉果跟 就是會暈眩 就是有什麼相關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是 因為那個的關係吧 就是 我在家會自己泡茶 就早餐 早餐的時候阿 我就喜歡早上喝杯茶 這樣子 應該不是吧 因為我 應該是沒有關係 反正那個時間點 就是 蠻剛好的 所以我自己也怕怕 所以我這幾天 我就沒有在喝那個茶了 但我也不確定 應該不是沒有關係啦 可能是很不適合 不知道欸 對 因為我最近就 沒有喝 可能是因為我那時候體質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 就是 上個禮拜身體就是 不太好 這樣子 要茶葉 找禮林免費 為什麼阿 他家是賣茶葉的 我對茶的成分過敏 可是過敏不會到 暈 暈眩一個星期吧 而且我只喝了兩天 然後我暈了一個星期 媽媽有在喝茶嗎 本來買的時候 那個人有說 你要不要多帶幾盒 可以給家人盒 可是想說我爸爸媽媽 不是在台灣 我也沒辦法給他們 結果要回去的時候發現奶奶喝光了 不會啦 奶奶不喝 不喜歡喝茶的 奶奶都是喝不健康的 受搖什麼的 但我覺得 就是 諾莉果很好欸 現在奶奶都覺得我是那個 你知道直銷的 就是 一直在那邊推銷 諾莉果很好喔 但是我 我只喝兩天啦 我還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那麼 那麼有用 但是我 就是反正我是喜歡 我是有習慣喝茶的人 但是 因為那個是 比較 我比較都是喝那種 怎麼講 果茶嗎 就是 就是 我不太 不太能喝那種 咖啡因 含咖啡因的茶類 但是如果是那種果茶類 我就蠻喜歡的 我平常也會喝那種茶 但是 就是 紅茶綠茶那種 我喝了容易睡不著 然後 而且有咖啡因 我就不太能喝 就是 我會心跳很快 就 嗯 所以我就是平常 比較少喝那些 就 對 但諾莉果是沒有咖啡因的 米虛茶 或是 麥茶那種也可以吧 嗯 不要有咖啡因的就可以 美果 美果茶很讚 我超愛 我都會喝美果茶 然後不加糖 超酸的 諾莉果 印香中原味比較苦 我去試喝的時候 那個人還是 就是我說我想要試試看 就是 這個諾莉果 然後他還說 這個味道比較重喔 但是他說味道重才是好的 一般那種 諾莉果粉那種味道很淡 都 就是沒有很有效這樣子 然後我就喝 然後我喝了之後 我覺得不苦啊 就是 就是 那個味道就是 一般的茶味 我覺得就是很正常 果然是豆胃 不是真的不苦嗎 只口渴又不愛味 反正就 我蠻喜歡喝茶的 對身體好 無糖茶對身體好啊 我蠻喜歡苦的 我蠻喜歡苦的 又苦又痛 又辣 花茶很棒啊 對啊 那種什麼菊花茶很好喝耶 清涼降火 喝茶對身體很好 你看 been subtracting 我蠻喜歡跟蠻喜歡 我是真的 我蠻喜歡 這咖的 讓你休息一下 我想蠻喜歡 一口很難啦 我牠要跟你開口 對啊 然後我滿意的 你那種 來放一下音樂 今天開台這麼久都沒有放音樂了 來放一下喔 快沒電了 忘記充電 謝謝好意的筆心 謝謝卡波貓的熱氣球 來放音樂 然後我最近有聽到一個樂團的歌 我好喜歡喔 我現在推薦給大家 不舒服要開冷氣 其實我現在已經開著冷氣了 因為今天家裡實在是太悶了 我剛剛買完晚餐回來之後 我就開了冷氣 我居然在 因為這是我今年首都開冷氣 五月份我居然就開冷氣了 我好奢侈 我好奢侈 我平常一個人在家是好捨不得開的 可是 最近就是一直頭暈 所以我不想讓自己再有機會陷入那個暈 所以我就 我覺得很悶我就趕快開了 因為我怕我又再一次 那個暈 又是要好幾天 我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我就開了冷氣了 好我開冷氣你們也要開 哇怎麼辦 我們的地球 地球 開冷氣對地球不好耶 都開18度 太冷了吧 好好18度是冷藏 冷藏酷耶 今天高溫到38 蛤真的假的 那我下午都沒有開耶 我下午連風扇都沒開 我今天也洗了兩次澡 太熱了 現在開冷氣 對我來說本來是有一點太早的 其實開電風扇應該就可以了 可是因為最近 就是頭很容易暈 所以就想說還是開個冷氣 但我剛剛買完晚餐回家才開 大概 現在7點半 8點才開的 開了兩個小時左右 這次烏梅差點沒熱 欸你們也覺得很熱的嗎 我也覺得這次特別熱 我就是我很少跳完前四首就是 大爆汗的耶 我通常跳完前四首 好啦其實敲完前四首就蠻熱的 但是就怎麼講 這次是爆汗耶 真的是爆汗 MINA注意防曬 我是很注重防曬 不要擔心 我出門都會長袖長褲 可能壓壓比較耐熱一點 看著MINA就會忘記熱了 真的嗎 可是 可是 看 看我不是會 會 很熱嗎 因為我熱情如何 山上應該比較涼 喔對 跟海拔有關係 蘿莉狼都賽交了 怎麼辦 蘿莉狼有白回來過嗎 山頂冷的是心 我有點難過 山頂的朋友們 我還是有努力在 在 看你們的 阿澤晚安 等一下 喜歡冰冰冰冰涼涼涼的地方 因為你是企鵝啊 你 你還是比較適合住在 南極 南極吧 應該沒講錯 我 好像沒有白過 好像沒有白過 阿澤是坐在側牌的 不知道阿澤是 沒有見過本人 這次講對了 哇 米娜好棒喔 原來我剛剛想了一下 北極 應該是住北極熊 然後 企鵝的話 應該是在 南極吧 如果是北極的話 企鵝應該會跟北極熊打架 那應該企鵝是在南極 所以我剛剛 在我的腦海中 就是想過這一段之後 我才想出了 企鵝在南極 所以我有時候想比較久 因為我怕我講錯 米娜很聰明 對 我很知道怎麼 怎麼舉一反三的 欸 怎麼還是沒有連到網路阿 請問身體是巫女還是女巫 蛤 我已經忘記了啦 等一下我想一下 女巫 還是巫女喔 女巫 我想一下 外國的是魔女 外國的是魔女 魔女的 不是巫婆 巫婆的女兒是當 女巫 所以我們是巫女 我們是巫女 我們是巫女 得神寫真 當女巫 我可能比較適合女巫 我可能比較適合女巫 欸我還是連不到網路 講對 講對了吧 我是不是講對了 你們不要再質疑我了 你們每次一質疑我 我就懷孕我自己的答案 巫婆的女兒是女巫 因為 因為你們說的阿 這個邏輯推算 我有邏輯很好的 我就是 那個外表看似小孩 智慧卻過於常人的 名偵探 Mina 相信一下自己 喔我想到 MC的時候 在摸頭髮的時候 我前面兩個都猜對了 你們一質疑一下我 我都 我就 我就懷疑自己 然後他就給我猜錯了 可惡 找人來炸一下 不要再炸我了啦 欸我真的是會摸 我是很會摸頭髮的人的 可以多多相信自己 可是你們都常常騙我啊 你們都常常騙我 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相信 可不可以相信人 可不可以相信自己 可不可以相信自己 潔心的頭髮 本來就不好阿 潔心的頭髮本來就不好阿 就是你要用一個邏輯推算嘛 你看 怎麼講 其實潔心本來看 就是髮質一個人好或不好 就是看得出來阿 一個人的髮質好不好 只是看得出來 潔心就很長 頭髮都是很毛躁的 所以 對啊 然後再加上個性 就是潔心就是 他自己都 就是連照顧好自己都有困難 他怎麼可能有心思去照顧他的頭髮呢 所以 所以潔心想當然了一定是髮質最不好的 然後相反的妮妮或子萱 感覺就是會很 就是 就是會好好照顧自己頭髮的人 平常不愛摸成員的頭髮 用看的就看得出來啦 但是像我自己的頭髮也 髮質也沒有到很好啦 就是 因為我常常都會有那個 呆毛很多 那我不知道 如果呆毛是 可能是 人很呆 就會講呆毛嘛 只是 Mina的邏輯 對啊 短短的時間 我可是想很多的耶 TDP我只有潔心能夠diss吧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呆毛很可愛 真的嗎 人不呆 人不呆 人不呆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長呆毛 她一直都有 熊妹比較呆 熊妹是蠻呆的 摸完說髮質不錯 不是 就是比起我印象中的 潔心的髮質 覺得再 再 再好一點 Mina是團裡言之單張 當然 不是啦 但是每個人對 每個人喜歡的語言不一樣 很喜歡的 憶成的 熱氣球 我們三小都在說其他人的 蛤 有這件事嗎 等一下我想放音樂啦 為什麼一直連補到網路啊 至少Mina是廚房大師 廚房大師這是哪裡來的 鼻子的點點好明顯 大家真的假的 而且我最近發現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 我發現我最近我的嘴巴也長了一顆痣 你們有看到嗎 在我的嘴角 這個 這個 我以前這裡沒有痣的 我最近塗口紅的時候 我就發現 這裡怎麼有一個黑黑的 剛剛有看到 剛剛 上一次直播還沒有嗎 上一次直播還沒有 突然就長嗎 我這最近在塗口紅的時候 對 我最近塗的時候就突然發現 怎麼這裡什麼時候有一顆痣 之前有嗎 然後 然後 就翻了一下以前的照片 然後發現之前都沒有耶 原來那是痣 應該是痣沒錯 可是 就什麼時候突然講出來的 超奇怪 為什麼我的痣突然 都是超突然 就跟鼻頭的痣一樣 就是原本沒有 然後某一天起來的時候 就突然發現 怎麼這裡堆了一顆痣 那是好吃痣 是嗎 不是吧 我還上網查 長在嘴唇的痣 會不會怎麼樣 可是 好像 上網查的時候說 在嘴唇上的痣 就是蠻好的痣 黑色素成績 可是這個我也不知道耶 好奇怪喔 越來越下去就變成斯亞了 不會吧 所以才拿斯亞叫 跟這個沒有關係好嗎 不要瞎掰好嗎 有智者是進程 等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是最近長出來 上次直播有嗎 我覺得好可怕 為什麼 為什麼我一直突然 我這什麼長大之後 開始長痣 以前小時候同學還誇讚我 就說 欸你很好你的臉很乾淨 都不會長痣欸 然後長大之後就開始 就是從鼻頭開始 然後嘴唇上 就長得很奇怪的地方 為什麼開始長痣了 不喜歡可以點掉 可是 也不是有什麼大啊 而且好像上網查了一下 長在嘴巴上的痣 好像是蠻好的 所以 就應該 沒什麼影響 我就應該是不會去點掉 就是 總的是從上 自然的 這個顏色會不會有點太紅 可是還好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紅 大家可以去看看直播回放 我記得之前是沒有這顆字 我真的不知道 什麼時候長出來 常常曬太陽容易長得出來 常常曬太陽容易長得出來 可是明明就 明明就最近都很常都是戴著口罩 結果怎麼長得出來的咧 絲雅的麵包 吃的人會長痣也太可怕了吧 我也不知道欸 我也不知道欸 就長了 然後我的網路還是也不知道 為什麼 我再試一次 我想想 我要怎麼樣才能連到呢 他一直不讓我連 重新開機一次 好吧 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不是藍牙沒電 翻舊的直播看MINA的嘴唇 覺得很害羞 是不是以前沒有字的呢 不知道什麼時候突然有的 網路均 網路均 今天怎麼了 沒有 因為我要連網路的話 就會LAG 也不是LAG 就是因為我要 滑那個頁面 謝謝小紅的熱氣球 我再試一次 重開機看有沒有辦法連到 不是不是直播不是卡卡卡卡 只是因為我 我那個 我我我 我要讓他 我要把我的手機下滑 就是怎麼講 我下滑那個 這樣講好像很奇怪 但是我在連網路啦 這樣講好像很奇怪 上面這直播就有 到底什麼時候長出來的字啊 我 我真的最近才發現的 我之前一直想說 應該是 就是沒有特別在意 可是到最後我就發現 他好像是一個字 我重開機還是連不到 不知道我再試一次 現在會卡住喔 不是直播卡 是我故意讓 哈囉 哈囉 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一直不能連網路 不知道耶 哎唷 Otoke Otoke 怎麼辦 或許主播設備忙碌 他都不讓我連網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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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怎麼辦 這樣不能唱歌給大家聽 這樣不能唱歌給大家聽 哈囉 哈囉阿古爐 哈囉阿古爐 他是握手會再仔細看好了 哎唷不要看我嘴巴的字啊 害羞 哎呀 要清唱了嗎 啊 可是我沒有歌詞 還是手機電量太低 他不給我演 沖個墊看看 嗯 那個字上個月才長出來的 上個月就長了喔 我怎麼突然什麼時候長出來啊 衝一下電看看 哈囉 人生結束了嗎 還沒 欸 不要放棄希望啊 不會因為電量低連不上網路 我想也是 肚臍眼 哎唷 4月21的直播第一次看到那個字 4月19還沒有 真的假氣了耶 太有效率了吧 你怎麼在 一邊看我直播的狀況下 一邊找到我的字 什麼時候出現的啊 不喜歡長在純的字嗎 也沒有不喜歡 只是 就覺得什麼時候長出來的 嗯 對啊 為什麼我會長大之後才長 你們有這種長大之後才長出來的字嗎 早的時候也是在看Mina 你不看現在的我嗎 不看今天的我嗎 三個星期的字 很新鮮 正常智慧越來越多 真的還假的 智慧越來越多 那不就還好我以前沒什麼字 長大之後才慢慢長出來 手指長字還好吧 如果都長很奇怪 鼻子 嘴唇上 都很奇怪 正常都會有新長 只是有沒有發現是不是 我剛好都長在很明顯的地方 這鼻頭要不發現也很困難吧 表示Mina長大了 是嗎 長大就會長很多的字嗎 其實還是是智慧的象徵 唉唷 我 永哥晚安 謝謝完美 的熱氣球 還是不行 嗯 哈囉懷孕晚安 點不上就來聊天 哈 今天想唱歌嘛 不然明天是中午直播 我中午可能就沒有辦法開箱 我應該要直播前就連好了 我應該要直播前就連好了 這樣都看得出來 因為貝斯手不多啊 我等一下再試一次 如果不行的話 再 車吃就算了 好不好 可以等到禮拜四 禮拜四是五點 五點直播 可是五點直播 因為我要吃飯 吃飯我吃很慢 就怕唱不到歌 我今天有練的歌 想要分享給大家的書 今天有練的歌想要分享給大家的書 嗯 對不起大家 我剛剛又重新開機了一次 我剛剛又重新開機了一次但還是練不到 卡在一個完美的地方有嗎 我剛剛又重新開機了還是練不到 好吧 好吧 不知道耶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一直不能練 難過 我剛剛重開機了 對不起 我剛剛想說重開機 最後一次應該可以的 然後我把我的 我的WiFi什麼都打開了 不想給我唱 還是就直接手機翻了 可是我手機裡面沒有歌耶 我手機裡面沒有歌 WiFi重新設定 我要怎麼重新設定啊 嗯 怎麼辦 我很想要再臉一次 清除網路 找不到哪裡可以清除網路 哈囉笑嫌晚安 刪除在設定上 可是他真 就是他偵測不到我的網路啊 他偵測不到我的網路 脾氣很硬 你說手機的脾氣很硬 還是我的脾氣很硬 通常在最下面或是右上角的點點 什麼意思 視角一定要這麼俯瞰嗎 不喜歡這個視角 嗎 手機 唉呦我有點怕我一直 大家其實想聊天不想聽 Mina還唱歌 可是我一直想連的話 有點不好意思 可是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一直連不到 哦 大家願意 忍受我再卡一次嗎 我在 我想想我要怎麼樣 三十一米拿的成長 不是他對對連不到 我已經重開機很多次了 再重開機一次 難道說不能先連藍牙 應該沒有這種事情吧 是WiFi 停在可愛的畫面 停在可愛的畫面 好啦我換另外 我用一個特效 這樣子 我很急 我想快一點 快一點連上去 我要生氣了 我這次要整個出去 我慢慢來 那我整個出去了 會卡住 等一下 等一下 有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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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連好了 我連好了 所以呢 他好像是要 就是我要整個人離開浪Live 我才可以連網路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一回來冷就變黑了 我好了 開心 大家安安 可以唱歌了 然後分享好歌給大家 很久沒有直播了 我最近 最近 喔 我最近聽到一個女生版本的慢慢等 我覺得很好聽 然後我今天一直在唱 我想要分享給大家 然後我覺得也蠻適合 就是在今天是星期二的晚上 唱這首歌的 慢慢等 因為我們一直在慢慢等 其實這首歌很好聽 所以是值得我們慢慢等的 分享給大家 主播是不是有在當空姐 有啊有啊有啊 這樣還認得出來 對我平常就是 不是在工作狀態的時候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聽慢慢等 對女生版的 好聽 欸等一下 等一下 結果這次換沒有連藍牙了 來喔 你終究佔據了我的心房 我終於知道什麼叫做瘋狂 因為你我不再怕黑暗 想著你讓我更加勇敢 你說你害怕曾經受過的傷 過去發生的情節 讓你迷惘 害怕重演在你身上 卻不讓你失去了方向 或許我沒資格說什麼 有誰不會害怕呢 但我知道我會願意等 你相信我的手 我會慢慢等 慢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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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上線的鈴聲 慢慢等 等到我的睡覺了 耐心等只為了心動 那一刻 慢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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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紅燈變綠燈 慢慢等 到你突然加毒冷 我會握著溫暖 在 在這裡等著 你說你害怕曾經受過的傷 過去發生的情節 讓你迷惘 讓你迷惘 害怕重演在你身上 卻不讓你失去了方向 或許我沒資格說什麼 有誰會害怕呢 但我知道我會願意等 我會慢慢等 慢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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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上線的鈴聲 慢慢等 等到我都睡著了 耐心等 是為了心動 那一刻 慢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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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紅燈 便利燈 慢慢等 到你突然覺得 我會握著溫暖 在 在這裡等著 覺得這個版本很舒服 會慢慢等 慢慢等 慢慢等 等到我都睡著了 耐心等 只為了心動 那一刻 慢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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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紅燈 便利燈 慢慢等 到你突然覺得冷 我會握著溫暖在 在這裡等著 是不是 這個版本 等慢慢等 是不是很舒服 很喜歡呢 分享給大家 謝謝 謝謝正人的掌聲鼓勵 謝謝坤坤 剛剛網路說完卡了 你就 我慢慢等 是值得的 很好聽 喜歡這個版本 分享給大家 我看一下 唱 這個翻唱是 陳韋婷的版本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翻唱其他的歌 但我聽到這版本很喜歡 我就加到歌單了 最近一直在聽 謝謝藝成的熱氣球 還有洋哥的看好你喔 謝謝小米還有壓壓的鼻子 謝謝太空 謝謝阿華 聽起來很不一樣 對阿 我覺得就是一個聽起來更 chill的版本 倉鼠吃東西都慢慢的嘛 對 慢慢的 謝謝小閒的告白氣球 喔說到斷帶 很抱歉沒有丟給我的米粉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次的斷帶 我覺得變好像材質比較重嗎 我不知道耶 就是 就是以前都丟不到後面 然後這次是輕輕一丟就跑到很後面了 我覺得這次的彩帶比較 比較 巴巴親眼目睹這些 巴巴我有看你耶 可是你都沒有看我 所以我就不丟給你了 對阿 我就不知道 我覺得這次的那個斷帶就是 就是 就是輕輕一丟就丟很遠 好像比較重嗎 是還是我比較會丟 我不知道 反正就丟到他後面了 真的假的第一排就飛到後面 對阿 我就不知道耶 我覺得他這次比較好丟耶 這次很多人都很 我覺得是材質耶 就是感覺之前的很輕 所以他都丟不遠 然後這次的比較重 我不知道是我的錯覺 還是我邊比較會丟 反正就 這次的就是感覺 就是 就是 丟很遠 我不知道 巴巴不知道在看 對阿 反正想說要不要給巴巴 然後巴巴好像不看我 我就不丟 不往中間丟了 你有看我嗎 可能我看的時候你沒看我吧 這次斷帶不會被冷氣吹醜 因為沒開冷氣 還是有開吧 也沒開嗎 好啦 反正我不知道 這次斷帶就 就 就一丟就很後面耶 來問問彩帶之鬼楊兄有沒有不一樣 有嗎 我不知道喔 楊兄你說說看阿 彩帶之鬼 有沒有什麼 亂幫別人取 什麼彩帶之鬼這種名稱阿 應該是有開冷氣 只是 不太冷吧 我不知道 在你前面是施啞 不是阿 我就 我就看哪邊有黃黃的東西 我就往哪裡丟阿 結果這一丟怎麼就太遠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覺得這次斷帶比較重 反正我覺得黃色衣服就是 的好處就是我很好找到米粉在哪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接彩帶的話 穿黃色衣服好不好 我就是 我就是朝黃色的地方丟過去 但是就是有沒有丟太遠就我不能控制 但我就是 如果是米粉拿到我會很開心耶 對啊 所以今年的聖誕題 我後來想了一下 因為我也問了大家意見 大家都說黃色比較顯眼嘛 然後其他白色黑色的衣服已經很多了 所以我今年的聖誕題 我還是決定做黃色的 應該是啦 沒有意外的話 就是 大家活動的時候穿 我就是 我覺得可以很快速找到你們 這樣子 我覺得也蠻棒的 對 反正你們 反正你們平常也不會穿我的聖誕題 你們可能也沒有穿來 只是表演的時候穿一下下而已 對不對 你們平常也不會穿 所以活動的時候至少比較好找到你們 就很顯眼 對啊 米娜什麼時候生日 不告訴你 7月份啦 7月份生日快要了 快要了 快要25歲了 真是不敢相信 25歲了還這樣 25歲的嬰兒肥還沒消呢 馬七劍天天船 那你的同事會問你說 欸為什麼都沒換衣服這樣 好 那再來唱 啊 你還要唱 想想 你唱張小涵的歌嗎 張小涵的歌 之前還沒唱完 我練好了還沒唱完 讓我唱一下 學Facebook的執行長 怎麼樣Facebook執行長做了什麼事 要唱預言了嗎 好啊 來唱個預言 練好了啦 很快吧 沒有等到半年耶 Mina今天到幾點喔 我也不知道耶 唱完再決定 唱完再決定 先唱個預言 這首我覺得好帥耶 在找靜歌點 我逛到這條熱鬧的街 太陽曬得我有點累 奇怪最近我愛14歲年 擔憂著的I don't care 我站在喜怒愛樂面前 閱讀我下一個畫面 我想去冒險不管一路都危險 拿拿拿拿拿拿 我期待童話般的愛情 卻不像那樣的絕對 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 什麼語言 I don't care 我要專心體會每一天 還是學會打發時間 飛得高一點做我自己最特別 拿拿拿拿拿 我在發現夢想遇現時間的差別 你遮風讓自己體驗每一個感覺 就像是雲煙流淚喜悅 看過這一天 我想追追尋完美的世界 我期待童話般的愛情 卻不像那樣的絕對 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 什麼語言I don't care 我要專心體會每一天 還是學會打發時間 飛得高一點做我自己最特別 拿拿拿拿拿 我在發現夢想遇現時間的差別 你遮風讓自己體驗每一個感覺 就像是語言流淚喜悅看過這一天 我想追追尋完美的世界 我還要飛 飛得很高很遠在我的世界 很多東西都考慮到家理 都考慮到家理 都考慮到人家 我對天使得新發生 我會不會我自然 你遇到愛情努力 對我至少 你遇到人家 你當皮太大 就像是語言流淚披 喜悦看過這一天 我想追追尋完美的世界 我還要飛 飛得很高很遠 在我的世界 我的自由 是雲眼淚 喜悦看過這一天 我想追追尋完美的世界 我還要飛 飛得很高很遠 在我的 很高很遠在我的 很高很遠在我的世界 預言 我真的以前沒有聽過這首歌耶 然後你們說了之後我才去查 然後 然後 就發現這首歌還蠻好聽的耶 就是原來當時還有這種風格的歌 因為我以前聽都是印象中都是比較可愛一點的 這首歌的音樂很適合我 對 我覺得張小環的音樂都蠻適合我的耶 就是唱起來很輕鬆 這首歌的原曲 所以它這個原曲是一首國外的歌是嗎 是英文歌大家 對 還要看著 謝謝Q&A 還有本玩的筆心 謝謝米酒 謝謝鐘影的樂氣球 謝謝凱亞 謝謝正人的戳戳你 還有練了張小涵的另外 還練了另外幾首歌 還練了香水百合 還沒有唱 謝謝博城掌聲鼓勵 我練了香水百合 還有比較新的是有形的翅膀跟鱗魚一直走 這首是比較新的 然後今天我也在想 今天要播一個半小時還是兩個小時 大家累不累啊 我是開冷氣所以還蠻舒服的啦 如果今天多開一點的話 就可能中午就不用開那麼久了 如果晚上大家比較好跟的話 因為這個星期只有今天是晚上直播 大家不累 那我們繼續唱啊 這樣子中午就大家不要 大家中午就不用當薪水小偷了 有沒有聽過張小涵的破繭 沒有耶 但是我也可以 我可以 我截個圖 有機會練練 那我們來唱個香水百合吧 這首也是很久以前的歌 這首的話 是我只有聽過副歌 然後主歌不熟 所以我上個星期就沒有唱這首 我就練了一下 然後練了一下覺得很好聽啊 但我記得這首好像上面沒有歌詞 所以我要去查一下 香水百合 然後我真的覺得 唱了之後就覺得 張小涵的音樂真的很合我耶 就是超好唱的 喜歡 明天看不到 沒關係 晚上大家比較好跟的話 晚上多播一點沒關係 反正今天奶奶也不在家 家裡沒大人啊 下次可以挑戰一下夜碟 夜碟也是張小涵的歌是嗎 那我來唱個香水百合 作曲都是李天龍 不是李天天 天天是你做的歌嗎 還是你的本名是天龍 夜碟才不是 夜碟不是張小涵的歌 喔是AKB的歌 喔你說那一個夜碟喔 我知道啦 喔你想要我唱夜碟喔 讓我想一想 夜碟喔 半年後再唱 夜碟不是一首蠻 蠻害羞的歌嗎 我覺得 等我長大一點再唱 我25歲之後再唱 綠光寫詞的 夜碟要第二個人 對啊我一個人唱寂寂 不是因為突然 我怎麼突然就 就冒出一個夜碟 我還有啊 等我長大一點再唱 好吧 我現在唱香水水百合就好 可愛的歌 欸還沒 我的 啊 暖暖 春天的風 蝴蝶 夜戀愛了 花開明亮起來 裝瓣 我的love love 現藍色彩水晶球裡 快快現實發出光 夢裡的Cinderella 魔魂水果酸酸甜甜 美丽无限 赶我一起出发 像水白和气彩飘一声 感动世界大声说出情话 甜甜的温柔化你的心房 等爱出现让我捧在你手心上 等爱出现 你们的爱出现了 还在等 一起出发像水白和气彩飘一声 感动世界大声说出情话 甜甜的温柔化你的心房 等爱出现让我捧在你手心上 明亮天空在发光 缤纷色彩的飞翔 不可思议的触点 而奇妙的天堂 为那是女生的安排 动人旋律在歌唱 暧昧不明的体验 爱上身在发亮 像水白和气彩飘一声 感动世界大声说出情话 甜甜的温柔化你的心房 等爱出现让我捧在你手心上 请在飘一声感动世界大声说出情话 甜甜的温柔化你的心房 等爱出现美丽 无限青春花样 甜甜的温 甜甜的温啦 不是甜甜的温啦 甜甜的温啦 不要甜甜的温 甜甜的温 等爱出现 谢谢钟影的热气球 鸭鸭不要再看等爱了啦 你的等爱在这里 什么太多 不是啊 因为这首作曲是李天 李天茶 然后歌词里面又出现甜甜的温 这样子很奇怪吧 这样子很奇怪啊 可不可以是甜甜的温啦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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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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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才在米娜的直播間 因為米娜要 都唱 那先唱 米娜可以用低音唱歌嗎 我其實覺得我唱歌的聲音都蠻低的 其實我可以唱蠻多低音的歌 比起講話我覺得我唱歌好聽多了 鄰宇一直走 那先唱鄰宇一直走 其實很多歌都蠻低的 這首一開始就唱 我要stand by好再放歌 臉頰一直腫 誰臉頰一直腫 會不會說話 學波勒講話很低 波勒怎麼會就這樣子啊 我那時候講完我自己也嚇到 哇我可以這麼低的聲音 也讓我也可以這麼低 可能因為就是腎上腺素肌肉 沒事我剛才以為我沒扣扣子 是一顆包子就該閃出 明明就是寶石 你們不要亂改歌詞好不好 不要瞎掰好嗎 好那我要唱鄰宇一直走 咦 怎麼用 哦 人都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有雷聲在哄不停 雨破鏡眼裡看不清 誰幾十狂飄 見我一生 的泥泥 很確定我想去哪裡 往天堂要跳過地獄 也不恐懼 不逃避 這不是脾氣 是所謂 稚氣 與勇氣 你能推我下懸崖 我能學會飛行 從不停 誰的命令 很獨立 耳朵用來聽自己的心靈 淋雨一直走 是一顆包子就該閃爍 人都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淋雨一直走 吃到陽光就該暖和 難道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有前面盤 有前面盤旋的圖影 有背後結算的耳語 黑色的童話 是個長大的心靈 要獨特才是流行 無法複製的自己 讓我連受傷也有心 這不是脾氣 是所謂 稚氣 與勇氣 你能陪我下懸崖 我能學會飛行 從不停 誰的命令 很獨立 耳朵用來聽自己的心靈 淋雨一直走 是一顆包子就該閃爍 人都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淋雨一直走 是到陽光就該暖和 人都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有時掉進黑洞 有時候爬上彩虹 在下一秒鐘 命如何轉動 沒有人會曉得 我說希望無窮 你才沒夢成空 相信和懷疑 總要決鬥 淋雨一直走 是一顆包子就該閃爍 人都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淋雨一直走 是到陽光就該暖和 人都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淋雨一直走 是一顆包子就該閃爍 人都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淋雨一直走 淋雨一直走 是到陽光就該暖和 人都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剛剛不小心 場拍了啦 你們不要抓到我一點小便子 就沾沾自喜好不好 我們這些壞蛋 謝謝博承的筆心 謝謝提火魚 謝謝熊熊的掌聲鼓勵 謝謝凱鴨 謝謝米酒 謝謝鴨鴨送我夢幻星座 謝謝瑞龍掌聲鼓勵 謝謝羊哥 沾沾自喜 有用錯嗎 今天沒綁小便子 故意不綁 不然就被你們捉住了 謝謝小雨的筆心 謝謝小雨的筆心 蛤哪裡有烤鴨 我要吃 燈火晚安 去KTV唱歌會搶拍 因為想要趕快下一首 去KTV放了不會搶拍吧 因為他都會有那個 321倒數的 今天有冷氣所以不會熱就不綁了 看公園都想要抓我的小便子 你們很可怕 謝謝鍾琳的筆心 米娜喜歡吃烤鴨 烤鴨好吃耶 可是平常吃有點奢侈 所以 因為比較少吃吧 就是比較稀有的東西 烤雞烤鴨都比較少吃 就會覺得很好吃 肚子餓了 幹嘛突然說烤鴨 好看 公園的小便子超可愛 因為不是我綁的是老師綁的 所以好看 我自己綁不出來 我綁的沒有那麼好看 烤鴨的屁屁跟鴨鴨都要哭了 烤鴨有很便宜的 是嗎 烤鴨好吃 烤肉串也很貴耶 那種10元串烤都漲價了 而且有的10塊錢都很少 烤肉都很貴 真的講到一直吞口水了啦 好 那我們趕快來唱下一首 然後再把有型的翅膀唱完 你們會不會聽張小涵的歌很膩了 我也是有練 我也是有練其他首歌 肚子餓了啦 每隻都11塊 可是三重 三重有點遠的感覺 交通來說 害我真的想要吃宵夜了啦 欸真的很想 突然想要吃什麼串烤的宵夜 討厭 討厭啦 真的想吃了 真的 大病出癒就想亂吃 萬惡的宵夜 你在吞口水了 我趕快唱歌 分享我的注意力 太邪惡了 對啊我之前都沒食慾 就是每天都頭很暈 只想要趕快睡覺 然後就是睡了一整天 然後還是繼續睡 沒有任何食慾 然後現在就是居然有了食慾 一講就想吃 都你們啦 我考慮一下 那我 好嗎 那我繼續把張小涵的歌唱完 有型的翅膀 這一路 翻圓了 翻圓了 細語與悲 是語與非 是語與非 一瞬眼 看過 許多變遷 有時候 我也會 覺得有一些 累 一瞬間 懷疑 身邊一切 隱形翅膀 隱形翅膀 帶著我幻想 掠過那絕望 找希望 你的力量 卻是我身上 真實的飛翔 帶著我抵擋 成熟過的傷 每一刻孤單的晚上 我們是彼此 有新的翅膀 學著更堅強 一路 一路 經歷了 愛與憶恨 錯於對 一句話 很難 說得萬選 一路 有時候 我也會 想要掉 一些淚 哭完了 再站起來 面對 隱形翅膀 帶著我幻想 掠過那絕望 找希望 你的力量 卻是我身上 真實的飛翔 帶著我抵擋 成熟過的傷 每一個孤單的晚上 我們是彼此 有新的翅膀 學著更堅強 我曾害怕 所以我懂得 難免會沮喪的夢 我受過傷 所以更渴望 美麗的飛翔 你在我身旁 陪我勇敢唱 像一個保護著我的家 我們是彼此 有新的翅膀 飛進了堅強 真實的翅膀 擦去那淚光 有新的翅膀 還記得 夢想 有新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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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熊熊 對我覺得張爽涵的歌我唱起來都是蠻 就是他的英語很合我的英語 就是唱起來蠻舒服蠻輕鬆的 謝謝微微的掌聲鼓勵 好聽 好聽 謝謝Alco的熱氣球 感覺還可以再唱一首歌 我覺得還可以再唱一首歌 但是我不知道 要唱什麼 看一下我有什麼之前練的歌沒有唱到的 好像 好像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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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想唱的 期待下一次的專場 又有很多歌可以練了 我今天有練了一首歌 但是我怕沒有練很好 不確定 就是不確定有沒有辦法唱很好 哈囉 Tim晚安 QK男子晚安 不過也可以試試看 因為剛好還有時間 而且因為上禮拜沒怎麼 沒有練什麼歌 因為上禮拜都很不舒服 就是清醒的時間非常少 就是基本上就是 就是都是躺床昏迷的狀態 真的是昏迷 頭很暈 然後起來之後就是為了 為了吃藥 所以吃一點東西 墊位 然後再吃藥 再睡 就是上禮拜一直是重複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 沒練什麼性格這樣子 我要分享的樂團是啥 是一個叫做白沙的樂團 白沙Juice 是一個 好像是 中國的樂團 我其實 算是第一次知道他們有 就第一次follow到那邊等等 我覺得很好聽喔 最近超喜歡的 推薦大家 推薦大家也可以去聽聽 那最後來唱 最後來唱一首雨下的瞬間好了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最近剛練的 今天剛練好的 這時候應該很多人都聽過了 但是我自己是沒有練過 不會很熱今天 這首應該很多人都會 都聽過的 Funky Monkey Babies這個 沒聽過耶 可以加個歌單 對陣籃打的是對的 在前面一點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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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 人心的說著說著 無謂謊言 不曾發現 你溫柔的臉 窗前 擺著最愛的張片 指尖 依然是那張笑臉 人真的看著看著 漸漸哽咽 就當是時間 對我的考驗 在雨下的瞬間 我多看了一眼 距離有多遙遠 在你身邊 在離開之前 來不及說聲抱歉 就匆匆打了個照面 在雨下的瞬間 我在看你一眼 距離不再遙遠 變 重溫這畫面 多想回到那一天 多懷念從前 還能否回到你身邊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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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当是时间对我的考验 在雨下的瞬间 我多看了一眼 距离有多遥远在你身边 在离开之前 来不及说声抱歉 就统统打了个照面 在雨下的瞬间 我在看你一眼 距离不再遥远 多久之前 重温这画面 多想回到那一天 多怀念从前 还能否回到你身边 在雨下的瞬间 我在看你一眼 距离不再遥远 多久之前 重温这画面 多想回到那一天 多怀念从前 多怀念从前 还能否回到你身边 是不是很好听 距离多么遥远 还是很想要回到你们的身边 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虽然最近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对 谢谢Akia的掌声鼓励 谢谢图示集 谢谢中影的告白气球 在细节处理得很好 可能我比较擅长唱情歌吧 我觉得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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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听书情歌比较多 我说真的反而快歌我好像反而唱的比较少 但是说的华语歌 好像快歌本来就占的比较少 谢谢欺儿的鼻心 谢谢鸦鸦 唱情歌会动情 为我动情 希望这个月能守住 希望可以 这样子下个月的公演才能 顺利举办 情感丰富的孩子 真的 每次唱那些抒情歌手都 都唱得自己好像失恋而已 明明就没有 可是 就是 就是总觉得透过那些歌曲 就可以感受到 就是 这首歌曲在被制作的时候 那个 做这 情绪起伏不定 还蛮容易的 但是不是那种 就是脾气不好的情绪起伏不定 只是比较 比较感性而已 对 日文歌一堆180速度以上的 好像是耶 日文的快歌比较多 跟听歌的习惯也有关系吧 好啦 也11点了 我们也播了两个小时 明天 对 下期直播就是明天 明天是中午12点直播 我们很快又能再见面了耶 大家 明天又能再见面了 睡觉起来就可以再跟大家见面了 大家 赶快就休息吧 辛苦大家了 今天也很开心 12点不能看 嗯 没关系 没关系 有 有时间再来看我就好 回想大家的 明天也有嘟嘟吗 明天不知道耶 明天应该随便穿吧 大家晚安啰 啊 我要念榜 我要念榜 啊 念榜的时候放一下最近很喜欢的那个白沙乐队 他们是叫乐队的歌 然后我一开始会听到这个团呢 是不是偶然间听到一首叫惠星的歌 又是跟行星有关 是不是特别喜欢行星的歌 我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 哇 是很 这个曲风让我觉得是日系乐团吗 就是 就是很 就是反正catch到我了 就因为这首歌 然后我就去听他们其他歌 然后就觉得 很喜欢这个主唱的声音 所以推荐给大家 这首是惠星放给大家 然后一边念榜 有机会不知道会不会cover这首歌 真的好喜欢耶 很好听 今天的第13名是博程 谢谢博程 12名是鸦鸦 谢谢鸦鸦 11名是鸦鸦 谢谢鸦鸦 第10名是中鸦 谢谢中鸦 谢谢中鸦 第9名是土司吉 谢谢土司吉 第8名是Akira 谢谢Akira 第7名是爸爸 爸爸不小心自己亲民了 第6名是孝贤 谢谢孝贤 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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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收走 第5名是正人 谢谢正人 第4名是熊熊 谢谢熊熊 第三名是瑞蓉 谢谢瑞蓉 第二名是夏娥 谢谢夏娥 第一名是萝莉兰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明天见啰 如果这一团是女子乐团的话 我大概要来一个就是这个乐团特辑 每次都唱他们的歌 可是应该是男生的歌 我觉得我的Key不太能唱 那真的觉得很好听 大家来早点休息吧 晚安 高八度唱 没有等我 等我练吉他的话 我就可以cover 就是调整自己的Key唱 这首真的好好听喔 大家晚安喔 不确定会不会cover 不要期待 不要太期待 我就是很喜欢 最近很喜欢 所以分享给大家 然后因为上礼拜 他身体状况不太好 也都没有 没有练什么歌 没有练什么琴 就基本上上个礼拜 是荒废的状态 所以 希望这个星期 不会再有暈的状态 这我今天觉得好很多了 希望明天 之后也都是顺顺你 不会再暈 大家晚安喔 好玩喔 你不是我的Key音要唱 好好聽喔 好啦 大家晚安了 Key味晚安 伊丞晚安 楊公公晚安 俊瑩晚安 鍾苗晚安 Key肉晚安 柏伊晚安 凱鴨晚安 正倫晚安 天天晚安 等等下不要叫外賣嗎 有點想吃什麼串烤之類的 思考一下 可能 可是串烤又好貴喔 讓我思考一下 大家晚安啦 哈哈晚安 蝎子晚安 空空晚安 小雪晚安 雲農晚安 鴨鴨晚安 都吃了 好聽 大家晚安 拜拜 奶奶今天不在家 大病出又可以吃這麼好嗎 都吃了 所以我是該叫我的外賣了是不是 好啦 大家晚安 明天中午見喔 明天一起吃午餐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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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